首先我要感谢许文言部长 要感谢我的同事 还有这里所有的支持者 欢迎我来到三八旺级选区 这是一个荣幸 同时呢我也要感谢 我家级五级的支持者 还有我的同僚 没有他们 我不会在政治走出我的第一步 他们的友谊我永远会珍惜 现在来到了三八旺呢 2011年落选 我也曾经在报章上说过 是一个挫折 挫折总是要克服 挫折跟错误就不一样 错误就要反省 挫折则要克服 所以来到了三八旺级选区 新的队伍 全心全意 把自己的理念 自己的计划 解释给居民知道 让他们做出明确的选择 千万千万不可以把 选举的结果 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我父亲过世前 给我六个字 满朝损 千收益 这句话 永远要记 谢谢 大概三年前 我加入了 吉保集团 吉保集团 从来没有什么 Monopoly License 他们都是在海外 在全世界竞争 与各个国家的 出产商一起竞争 而成为新加坡第一 这三年 两年到三年之间 就是了解 吉保集团 这样一个土生土长的公司 为什么能够达到 这样的成就 第一就是 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热忱 你走进了造船厂 你马上就感觉到这个热忱 他们 我们英文说 live and breathe 早上晚上做梦 我看都是想到造船厂 这个竞争非常激烈的 这个生命 所以 由此可来 我们能够达 新加坡也是一样的故事 吉保的故事 其实跟新加坡的故事 是相谱相成的 一起上一起下 所以 新加坡要成功 也是靠我们人民的热忱 这是最重要的 我学到最重要的一点